講到這些常見的婚姻問題 這個第一點就是講到 工作和家庭角色的張力 就是說這個多數在男人身上 多數他又要上班 變成他很緊張工作 對於家庭關係就忽略了 夫妻因為子女的緣故而有衝突 其實和處理其他的衝突都是類似的 講出為什麼 譬如說那個子女的做法 那些行為令到一方很憤怒 或者為什麼他會有這樣的情緒反應 而另一方就接受 那個子女不聽話你就會很激氣了 接受 而不是說你都不會教兒子 你經常都是生氣 那當然是兒子不聽話 而是其實 就是說處理任何的衝突 都是基本上是接受 他會有不同的看法 他有不同的感覺 那我就接受 他看到子女不聽話 他就會激氣 我看到 有時候男性就會比較放手一些 比較容易 他就會沒有那麼賞心 沒有那麼緊張 沒有那麼情緒化 那個太太就很情緒化 那個丈夫見到就很不喜歡 那大家因為這件事就吵架了 你們不懂得教 那這些就是批評了 當人知道我什麼時候是批判 批判一定是不好的效果的 批判就會令到對方很生氣 所以就會大家沒有溝通 而是說 我明白 你看到子女不聽話 你就會很不喜歡 你就會激氣 這個都是很正常的反應 我看穿你 我知道都是很難處理的 這樣 這個丈夫和太太的那個接納 我們想想怎樣的方法 去幫助子女 這個就是兩個之間 好了 和子女又是有另一個問題 因為父母覺得 我是在上 你是在下 你做的是錯 我當然是告訴你錯 錯了 你又不聽話 那你就會發脾氣 你又不做你的本份 結果搞到你讀書又不行 什麼什麼都不行 如果父母用這個方法 子女通常都不受落 但是有些父母就覺得 如果我用柔和方法 他不聽話 我就覺得 人總是會被愛感動的 這個是從小開始 和建立他的價值觀 從小開始 讓他知道 有些人生命真的很好 讓他多看一些例子 你看一下 這個人多有愛心 這個人 在聖經裡面這些人物 或者在網上 有些人物 你看他多有愛心 多有神的能力 恩典 你想耶穌這樣祝福你 從小到大 都是時時讓他看到神的恩典 怎樣改變人 你想不想是這樣的人 其實你有很多優點 你有些長處 知道每一個人不同 有時候父母就喜歡兒子 變回他這樣 或者我做不到 我想他做到 但是兒子可能 因為他的性格不同 每一個人 神有 預備每一個人有不同的工作 有些人是適合 他是適合做藝術 但是父母不喜歡他做藝術 藝術賺不到錢 於是就不喜歡了 但是他的確是這個恩賜 這個恩賜是神衛給他的 我們讓他看到你的特色是什麼 你的長處是什麼 你想不想能夠發揮 讓他多看一些這樣的例子 就是這個人 但是有時候有些人說 那個小孩經常都喜歡玩 沒有人是經常喜歡玩的 但是其實小孩喜歡玩 是一種活躍精力的表現 也都是其實活動是幫助思考的 例如我自己打球 我發覺這樣 我試過想講到 想不到 我打球打球的時候 馬上想到 因為血很運行 他的思想更加開通 那就是小孩其實喜歡運動 是好事來的 不過現在因為那些手機 那些玩具 那些遊戲 成為一個問題 那我們也去跟他談 你相信不相信 你將來可以成為一個偉大的人 你是重要 你是寶貴 你有什麼長處 你有什麼做得好 立刻稱讚他 你要畫得好 你做這個功課做得好 他經常都收到這個訊息 他就會有動力做得好些 又欣賞他 我覺得總是欣賞 建立對方 會令到那個關係改善 而能夠影響到對方 好 就是工作和家庭的角力 我作為牧師 我是很知道這件事 因為那些人 因為牧師 因為牧師通常都要很投入 在他的事逢裏面 就可以造成婚姻裏面的壓力 那這個就是 所以一定有個priority 就是一個次序 一定是和神關係好 然後和家庭關係好 和太太兒女的關係好 然後和教會的人的關係好 然後是侍奉 這個次序 就是我們首先是和神關係 然後和人分開和家人的先 然後和其他的人之後 然後就是侍奉 因為有些人就把侍奉 放高和教友的關係 變成了就只是利用教友 來達到目的 我們是尊重教友 教友是很寶貴 每一個人有他的長處 每一個人有他的強項 我建立他 也是建立教會的 那這個時候的次序 就是總會用時間 在太太身上 但是當然用多少時間 就是雙方面的安排 那也都是上班的 其實我太太 其實我們兩個各有各忙的 我是有無窮盡的事情要做 因為為什麼呢 其實我是沒有deadline的 除了我要教書 要deadline 我寫書是沒有deadline的 但是我是永遠都可以寫 因為我有很多東西想寫 我很多東西想發出去 永遠都是想更多的教導 更多的訓練去提醒 更新這個世代 我太太就在學校教書 還有她有做行政工作 所以她有時忙得很緊要 有時去到很晚 不過她幾忙都好 她一定會給我一些時間 總是會 我們其中一個時間 就是她開車回家的時候 我們當然會聊天 在那個時間 還有她有什麼事情 她都會跟我說 這個都是她 刻意把 即是把關係先放在先 然後先到她的工作 而我自己也知道 如果我只是侍奉 不理會她 婚姻有問題 也都是造成我生命的破口 所以我也是 一定是將她和她的關係 放在一個高的地位 不代表會影響我的侍奉 我告訴她 有些事情趕著做 她一定會讓我有時間做的 這個都是大家調教 這個角力 但是有很多人就沒有這樣影響 沒有這樣了解 有五種工作和家庭的關係 第一個就是 工作和家庭spill over 即是互相影響 即是怎樣呢 回到家裡 就不停地做公司的事情 回到公司 可能要搞家庭的事情 即是總之 兩樣是會 去了另一個時間 回到家 其實現在這個時代 真是很 很 時常會發生的 我太禮也是 整天都收到學校的訊息 那我也都學習不計較的 反而是她計較 曾經試過計較 因為她和我一起去 去某個地方 或者她接我 接著有電話來 我一直跟她聊 一直跟那個人聊 回來 整個過程都是跟那個人聊 她就說 你呢 我接你 想陪你 跟你聊天 但是你又整個時間 聊天 好了 到後來 然後呢 我又跟她一起去地方 她又整個時間和我聊天 但是我一點都沒有介意 因為我根本不介意 這個是男性和女性的分別 她說 那時候呢 那時候呢 我載你 你說電話 我就很生氣 但是現在呢 你和我一起 我和我一起 都說我開車 那時候 她呢 她呢 就 一邊說電話 我又不介意 我說不要緊的 沒有所謂的 即是你需要做的 你就做 我不會受影響的 她就因為這樣 就是明白 但是我也都知道 她不想我 有時候 那些時候 她真的和我一起 單獨和我一起的時候 我可以跟那個人說 我遲些再打給你 即是可以這樣做法 那這個也是一個 尊重大家的時間 但是因為她那些 有些很難控制 原因 為什麼呢 因為她很多行政工作 她沒有處理這件事 那個人不做到另一件事 她做不到另一件事 第二個人又做不到另一件事 是一連串的 有很多事情 都是真的 很多很多的行政工作 所以變了她 那我又看出她這件事 我亦都不介意 所以這件事 在我們來說 雖然有發生 但是就 沒有影響我們 好了 各自獨立的關係 就是說 工作和家庭分得很清 有些人就是 不是的 她朝九晚五回家 就 公司就不用做了 好了 另外一種呢 就是衝突的關係 就是說 因為工作的緣故 家庭生活就犧牲了 或者是因為家庭的問題 事業就作出妥協 然後工具性的關係 就是說 做工就是為了建立婚姻 所以就是賺錢 可以養家 補償關係 就是每一個領域 是補足另一個領域 工作上的不滿 驅使她在家庭中 尋求滿足和發展 家庭生活不滿足 就轉向工作和事業 事業上 這個字多了 事業上尋找補償 就是說 她工作上不滿足 她在家庭得滿足 家庭不得滿足 就在工作上得滿足 其實最好兩樣都可以有滿足的 不過事實上我知道 在家庭上不滿足 理論上是容易些 理論上 不過實際上不容易 為什麼呢 因為很多人的婚姻關係 是不是那麼好的 所以 很多人是 關係可以 但是不是滿足 就是不會形容滿足 不過只是大家相安無事 所以建立到大家很滿足 大家是開心 看到對方是開心的 這是一個好的情況 工作 我們作為牧師可以很開心 不過我們也知道 有些牧師是很大的壓力 他是很有心事奉 不過為什麼呢 那些教友不聽話 教堂經濟 人的壓力 甚至廣道 廣道的時候有壓力 怎麼說得好 那些教友會留心聽 覺得有困難 就變成了一些很受壓抑的牧師 是在事奉上是不開心的 其實 本來作為牧師是可以很開心的 因為這個是 我們做每一件事 事奉神 真心事奉神 神都喜歡的 我又祝福人 人又歡喜的 應該是這樣的 但因為加上一個要求 希望那個表現去到某程度 就會有不滿足 這個作為牧師有這個 advantage 就是這樣的好處 就是我們做的事 都是可以很滿足的 不過事實上我也知道 有些牧師是覺得很大壓力 就是在乎他怎麼看的 也都在乎那些教友怎麼看的 那些教友是否只是說 教會增長是牧師的責任 還是我們一起的責任呢 好了 但我知道很多人上班是很辛苦的 工作辛苦 第二 人事辛苦 以及公司的政策問題 公司不好的地方 這些都是令到很多人上班是辛苦的 所以這件事一定需要找方法處理 以致我們在工作上不會受影響 回到家裡就很大壓力 很多人找我輔導都是工作的問題 工作和人相處很困難 以致他一份工作做得不長 又走去轉換另一份工作 整天那個CV是很花的 因為他整天的工作都做得不長 不做不得長 這也是一個人怎樣處理他的內心世界 和處理和人的關係 那我就會勸喻這些人 他有時會這樣說 他說我老闆對我不好 他又不看出我 我又說有什麼困難 他又不看出我 那些同事又是利用我 又不幫我 反正又說我背後閒話 基本上就是 人接受不了人是有問題的 他就希望那些老闆就看出我 那些同事又幫我 同事又會對我好 但是他們自己也都沒有對人好 他只是希望那些世人 個個都是好人 但這件事是不會發生的 那所以在工作上怎樣得到滿足呢 第一就是說 接受人是有罪性的 我怎樣接納他 雖然有問題 但我依然善待他對他好 雖然他有很多的做法不公平 但我不能夠改變他的不公平 我只能夠做我自己可以做的 而我可以在工作上 尋找我的貢獻 我感謝神 我做這件事的貢獻 公司貢獻這個社會 是祝福的 是神喜悅的 這樣的心態就會有平安喜樂 譬如我自己出外傳呼音 我試過神感到我要處理 怎樣處理呢 當我傳呼音的時候 我發覺那些人拒絕的時候 我的心是不舒服的 每一次他拒絕 都每一次不舒服 當我發覺的時候 我知道要處理了 那我就求神 帶領我怎樣處理 那神就給我意念 當我傳呼音的時候 人不信也好 神喜歡 神會喜歡 神會跟這個人說 你不要相信耶穌 但其實我的兒女已經向你傳呼音 他就說 你牧師有做的 我喜悅 不過你沒有接受 是你的問題 我做的 雖然他不相信 但是神也會喜悅 我們就可以這樣跟自己說 我就跟自己說 我每一次傳呼音 他不相信也好 我都可以開心 這就是我刻意處理生命 就是任何東西令我不開心的 我都會找出可以開心的原因 神喜悅就足夠了 所以做工也可以是這樣的 就是說我貢獻到社會 公司有幫助 這個也是好的 我能夠賺錢養家也是好的 這個就是一個正面的心態 不過很多人就不是的 於是將那些怨氣帶回家了 唉 今天很激氣 公司很激氣 真的很多東西激氣 真的在社會做事是激氣的 我自己曾經在社會做事 我做過教書那些 那時候還沒有讀神學的 那些就沒有那麼激氣的 那我試過在外國 在一個基督教 不是基督教 在中國人的醫院做軟木 因為那時候我想支持我的事工 有人告訴我 就可以做軟木 就可以有入式 去讀過課程也都有人工 還有做的時候有人工 但我發覺那些同事的相處是很辛苦的 他們會知道我是牧師 好像半彩不彩那樣的 那些態度是不好的 但我依然在那個地方 我知覺我自己不開心 那時候我就讀過課程 我都曾經講過那個牧師 他問過我有個同學 講粗口有什麼感覺 那我講說我有憤怒 他就恭喜我 他說你作為中國人 作為牧師 作為男人 你能夠講出你的憤怒 這個是很勇敢的 就是這樣 於是我就知覺 這些人說話令到我不舒服 但我需要不需要覺得不舒服 我就告訴自己 我不需要是他的問題 我只是善待人 我亦都珍惜那裡有些人是真的好的 還有一些病人是很好的 那些有些同事 他見到我來是很好聊的 那我就珍惜那些人 還有一些病人他跟我說 他說我等你來 因為有一個人跟他聊天 他等我來 那我是開心的 那也都在這個過程 我有個心態 我去認識他不同的背景 我學到很多東西 聽到很多東西 很多人說他的生命 他發生的事 第一方面我對他的支持 第二方面我聽到很多東西 其實我們是不准傳呼聲的 是不准傳呼聲的 因為傳呼聲就會影響他們的生意 但是我也是偷偷地做的 因為他不是 香港准 外國不准的 炒魷魚的 他 他軟木的意思不一定是牧師的 有些佛教也有 什麼教也有的 是支持病人 令他覺得舒服 有一個人跟他聊天 我聊天嗎 是的聊天 聊天 還有他講到靈性的支持 靈性的支持 不一定是基督教那種靈性 心靈 或者他那種靈界 譬如他說他是佛教的 你要支持他佛教 我就永遠都不會 但是總之我在那個時候 我盡量去找出我開心的原因 但是可以說是一個辛苦的時刻 但是我都盡量找多些機會 我可以開心 也都在我侍奉 我盡量開心 第一 和那些教友的相處 回應他們 這個就變成了我不會說 好像做員工回家就很不開心 而是我時時都保持在這個喜樂的狀態 我都希望大家能夠 無論在哪裡都找方法享受生命 變成你回到家都是享受生命 這個就不會造成一些長久的問題 我剛剛講的那些書沒有講的 因為我有時加上那些解釋 怎樣應用 在書裡面沒有講的 那麼就 好了 這個他用平衡 四種平衡的 這兩種方式 一個是逆境者 就是想對方 就是自己不想做 想對方做 就勸對方承擔持家的角色 第二種是特技員 就兩方面都投入 好像特技員兩樣都要做得完 同盟者 就大家分擔 適應者因為 因應不同的家庭生活的階段 作出工作和家庭上的分工 同盟者的著重雙方平等參與 適應者就因時制而 因時制而按情況需要作出調整 即是同盟者大家合作 一大家都做那麼多 但是適應者就說 這段時間 太太不舒服 我做多些 這段時間 丈夫有些工趕做 我就做多些 這種心態 其實最重要就是溝通大家 令到大家舒服 那 ok 那這個 另一件事 就是這個特殊的介入方法 一些介入方法 減壓室 其實這些是名詞 和60秒快樂時刻 意思都差不多 怎樣減壓和快樂的時刻 另一點就是財務衝突 我是很驚訝發現 有很多夫妻是分開帳戶的 那些戶口 初頭我以為 我不知道 我以為結婚就會 那些錢大家共用 但是我發覺不是的 有很多婚姻都不是 就是說 有時候有些特別原因 為什麼呢 有些丈夫不是很負責任 或者太太不是很負責任 有些丈夫就喜歡賭錢 那些情況 真的不可以同一戶口 真的很有問題 另外有些太太可能喜歡買東西 每天都不斷買東西 現在很多人上網看東西 就不需要買什麼 是看看有什麼可以買 不需要的 不過買了都挺好的 買回來 就造成一些經濟的壓力 其實就是說 夫婦能夠看到 錢財是神為我們預備 而錢財在世上 都要過去 但是在神裡面 我們積財在天 就永遠存在 其實這個很聰明 積財在天 我們甘心樂意 除了十一奉獻之外 其他的奉獻 這些奉獻都是神所喜悅 是永遠積存在天上 永遠的賞賜 也都神在今生會祝福的 但是因為很多家庭 因為經濟的問題 有很多問題 有時候大家 錢緊張 或者一方面不負責任 造成一些問題 我這裡不詳細去講 這裡他講到一點的 他說 金錢的運用 有些人覺得金錢是地位 譬如有一方面賺很多錢 他覺得我賺多些錢 我是地位高一些的 是安全感 有錢有安全感 沒有錢就沒有安全感 另外金錢是享受 可以享受 金錢是控制權 其實我們應該做金錢的好管家 其實以前我們小時候 經常吃東西是吃得很差很差 但是那時候又不覺得 其實很多人都是很窮的 但是又不覺得很慘 但是現在不夠錢用好像很慘 這個時代的想法 是有些東西一定要買的 譬如手機 所有人都要有的 事實上是不是一定要有呢 但是這個想法已經覺得一定要有 就算很窮很窮 都一定要有手機 其實是不是一定要有呢 就好像一個 norm 一個一定要有的東西 沒有就不行的 這個都是一個現金社會 所以窮就好像有壓力了 也都當然 香港一個情況就是 租金是超高的 就是不合比例的 這個也是一個造成很多經濟的問題 我們小時候吃東西 我想現在都沒有什麼人敢吃法的 就是 豉油拌飯 發毛米 豬油拌飯 但是現在沒有人是這樣 但是很多人有經濟壓力 其實也不是那麼窮 不過也有很大的經濟壓力 所以這個是一個對金錢的看法 不同的看法 OK 恩親的問題 其實在這裡的 恩親常見問題 得不到父母對婚姻的認可 恩親間的投訴 效忠的問題 就是大家效忠你的父母 還是效忠的太太、丈夫 相處的時間 大家和父母有沒有相處的時間 和太太有沒有待遇 對待對方 身為怨憤 對於某一個人有怨憤 對於年長的父母的照顧 角色上的模糊 即是有時候 兒子 譬如 爸爸不負責任 兒子變成爸爸這樣的責任 這個就是角色上的模糊 女兒和婆媳的關係 那個模糊 就好像她的奶奶 就好像做了她的媽媽 做了她的主人 管教上的矛盾 即這些都是一些恩親上的問題 那麼就 理解恩親問題的理念架構 自我區分 就是嬰孩需要依賴父母母親的照顧 甚至好像跟母親聯繫一體 就是似乎 不是真的 感覺上 黏著媽媽 當她大仇開始獨立 分別出來 意見會有分歧和抗衡 但是到了長大之後 對家庭的接力又提高了 所以就有依附獨立 又到成熟的雙醫 不過也有很多家庭 是未必有雙醫的 即是有些家庭都是關係不好 之後都是不好 母子之間的情義結 兒子是最核心的人 在媽媽的眼中 兒子也都因為欠母親的債 他怎樣妥善處理自己和母親的關係 婆息問題就更加容易解決了 兒子為了報答母親 但是報恩和還債有天淵之別 即是媽媽對我這麼好 所以我對他好 還有還債 即是我要做回夠本才行 我要做回夠多才行 有些兒子不單止我犧牲 也犧牲了太太 來討好他的母親 我們之前說的 就是母親 將兒子 即將他的生命 重要性放在兒子身上 對兒子的期望很高 所以當兒子結婚的時候 他就覺得他的太太搶了他的兒子 以前的兒子跟我一起的時候 幾好 現在搶了我的兒子 所以對兒子的太太 就會有埋怨 而且也比較 他有什麼不好 什麼不好 什麼不好 也很想兒子對他更加好 這個就是有一種的 似乎就是媽媽對於 媳婦的問題 比女婿多於女婿 似乎是 多些是這樣的情況 他講到的拉鏈 有兩種拉鏈 一個拉鏈是在裡面控制的 一個是在外面控制的 他用拉鏈形容關係 他說 有些兒子和媽媽的關係 就因為內疚的緣故 就完全是被他媽媽控制的 他媽媽要他怎樣 他就怎樣 他媽媽不開心 他就會受影響 另外一個情況就是 這個剛剛我說了 就是對方控制 裡面控制是怎樣 不是他作主 雖然我們效敬父母 但不是他作主 不是被他控制 所以我自己可以控制 我怎樣相處 怎樣用多少時間 這個就是一個健康的平衡 這裏就講完了 下一個就是抑鬱 抑鬱 這裏講到 抑鬱其實有兩種情況 一個情況就是未結婚已經抑鬱 第二個情況就是結婚之後抑鬱 抑鬱通常有些以下的跡象 他說 過去兩星期或多於兩星期 你是不是時時在這種狀態呢 就是情緒抑鬱 失去樂趣 沒有興趣 轉變 胃口變得很差 睡眠失調 沒有了活力 動作失衡 活動量和說話減少 動作遲緩 人際失衡 思考困難 負面感受 經常都覺得無能無助 自我批判 消極看法對人生悲觀 其實現在這個世代 很多人都有這個情緒的問題 我覺得一方面就是那個氣氛 因為自我中心 這個社會現在基本上是自我中心的 所以人是會經常都想得到他要的東西 他想要得到手機 想要得到玩 想要得到別人的 attention 還有現在新的一代 很多人就有幾多人like他 即是在我們來說 真是沒有所謂的 即是誰like我 但他們來說 要數一下幾多人like 在網上喜歡他 他就覺得他有價值 但其實那些人跟他沒有直接關係 只是喜歡他某一件事 有些是賺錢 有些是穿衣服 有些人就是喜歡幾多人like他 變成他得不到的時候就會很失望 為什麼那麼多明星有情緒問題呢 因為明星當他popular的時候 受歡迎的時候 是很多人喜歡他的 但當他沒有那麼多人喜歡 他就很大堆落差了 之前很多人追著他 現在很多人都不再跟他了 又跟了另一個 所以他那種期望得到開心 會受影響 而我覺得也都另一件事就是 人的食物呢 尤其是糖分 是令到人情緒受影響 還有這個 我們這個空氣呢 充滿著那些WiFi 無線網絡 其實很多動物都死了 如果大家在上網看 那些瓶 那些海豚 很多魚 有些地區大規模死亡 也有很多人被人暴殺 這個世界的蜜蜂消失 很多很多人的問題 這些動物都頂不住 那人呢 就受影響了 那個情緒受影響 還有周圍的人 多了他們情緒的問題 於是呢 就成為一種通病 而這個呢 對於婚姻也都很大影響 那就研究男性抑威 就說到因為男性壓於抑鬱 所以他們很難表達出來的 那麼這裡列出一些男性的 低落的情況 我們不詳細說了 這個是一個圖 在這本書頁 大七頁的 他又說出這幾樣東西 就是權力不平衡 夫妻權力不平衡 就是譬如說 太太說事得太緊要 但是衝突的溝通 大家經常都罵對方 歸恩的取向 都是你衰的 就是那個原因 歸告對方 不穩定的相依 那個關係不好的 這幾樣因素 會造成一個人 他自己情緒不好 造成婚姻不快樂 這裡又是另一個人 總之呢 就會影響個人的情緒 影響婚姻不快樂 她情緒又會影響婚姻不快樂 她的婚姻不快樂 又影響她配偶的婚姻不快樂 即是說這是一個惡性循環 OK 她這個書裡面講到 基本上就是了解 將這些因素排序 什麼因素影響 評估 她對婚姻關係的滿意程度 了解 對於婚姻不快 導致配偶情緒低落的看法 即是說婚姻不快樂 影響她的情緒 各自表白解釋婚姻不快樂 如何影響她們的情緒 其實呢 人都是很多事不開心 尤其是婚姻有困難的時候 更加不開心 不開心的時候 就越積越多 所以呢 有些情緒問題的人跟我說 你說我祈禱 讓我快點找男朋友 我說 你醫好先去找男朋友 不要現在去找男朋友 你找男朋友 你會越來越不開心的 拍拖和婚姻 不會醫好你的情緒 她以為有一個人愛她 她就會更開心 但是我說 這個世界的人 每個人都是想被愛的 那個男生想找你 很多時候我跟他說 實際上是想跟你有性關係 想你對她好 如果你每天都不開心 你要她對她好 對你好 她是不喜歡的 但是很多人夢想 那個男生會看到我很喜歡我 每天看護我 哄我 令我很開心 那我的情緒就會好起來 是不會發生的事情 所以我一定是需要 要處理內心的情緒 但是很多人都沒有這個習慣 就是有不開心 是不會處理的 不開心就是 那個人壞我就不開心 事情不好我就不開心 我裡面不開心我就不開心 總之總是不開心 那我自從我經歷聖靈 聖靈就提醒我 有人令我不開心 我一定要處理 那我就留意 我可以經常起落 有什麼令我不開心 我就立刻去拆解 為什麼不開心 我是不是需要繼續不開心 還有這個教導 在《輕鬆德性》裡面的教導 就是說 討神喜悅是不難的 我做任何合乎神的心意 神都喜歡 所以我要開心 神在天上很開心 我應該開心 神是會祝福的 我可以開心 於是我就提醒自己 我每天都開心 我想到神就開心 我想到神的祝福就開心 我想到神的喜悅就開心 我讚美神就開心 哈利多耶 感謝耶穌 有人對我不好是不重要的 不用放在心上的 他有他的問題 我盡量對人好 但是我不需要受影響 這個就是我刻意的處理 事實上多數人都不是這樣做 所以在婚姻裡面就很受苦 而兩個人都會這樣 上班不開心 臭兒子不開心 看到對方就生氣了 今天真的很懶惰 另一個人就懶惰什麼 不要懶惰了 睡覺了 即是不會理會 不會理會 他覺得不被關心 他又更加生氣了 所以這也是一個惡性循環 越變越差 所以拆解始終都是 跟神關係好 處理任何的問題 選擇喜樂 也選擇怎樣對配偶好 而對方 另一個問題就是 配偶有情緒問題 即他本身是有情緒病的 這個是很困難 所以我其實覺得 凡是有情緒病的人 是要醫好先好結婚 不過事實上 現在這個社會 太多人有情緒問題 就是 有情緒問題的人 是很難開心的 你哄他陪他 他又很難開心 他可能那一陣子開心 一陣子他又需要不斷的滿足 但就算哄他 他未必開心 他真的想 唉 唉 我自己都不開心 你哄我 我表面 不怕 不過其實我裡面 都不開心 所以其實他裡面 都是一樣有問題 始終是需要 他去刻意處理 但另一方面 能不能夠有這個智慧 去幫他處理呢 這樣 這個就是 在婚姻上 所以當一方面發覺 輔導員發覺 他一方是有這個情緒問題 我自己就覺得幾樣東西的 第一個就是從神關係好 親近神得力 第二處理垃圾 處理任何問題 選擇性 任何情況都選擇喜樂 選擇感激神的恩典 不去看環境 不是人歡喜我才開心 神歡喜我便開心 我做任何事合乎神的 神都開心的 這樣一個人就會開心 亦都在關係上 得到滿足 大家可以溝通 大家都開心 這樣一個關係便滿足 但是事實上 很多人不是那麼容易做得到 他這裡 因為我先講的 我就將總括 他這裡 他就講到定時吃藥 有很多人都認為 是應該吃情緒的藥 我自己就覺得這樣的 我個人覺得 那個人會直接失控 自殺 斬人 崩潰 是很嚴重 我就覺得 一定要吃藥 還有他吃開藥 不能那麼容易停藥 因為他身體習慣了 就是好像什麼呢 那些人喝慣咖啡 他一定要喝咖啡 那些人吃慣煙 一定要吃煙 那些人吸毒 吸慣了 他一不吸 因為那些很多情緒的藥 是幫助他那個神經的傳遞 而他依靠這件事的時候 他身體是不能平衡 當他一停藥 是不行的 所以我自己覺得 最好是什麼呢 那個人開始有情緒問題 就教他處理 親近神的得力 處理生命 睡覺有問題 我就告訴別人 盡量整天放鬆 臨睡之前放鬆 站著祈禱放鬆 因為放鬆的時候 血脫下來了 祈禱15分鐘 我有個祈禱錄音 我有沒有傳過給你們 你聽著 你習慣了自己都可以這樣祈禱 上床就放鬆了 有這麼鬆也這麼鬆 集中是放鬆和集中 想著耶穌 那就容易睡著 就千萬不要靠藥物 有些人就因為不開心 失戀 家庭有事發生 炒魷魚 然後吃藥 一吃藥睡覺 即時改善 不過內中 遲些了 就要吃重一點的藥 再遲些又吃重一點的藥 就變成了依賴藥物 我自己就覺得 在未曾有事的時候 在輕度的時候 就盡量親近神 所以這件事是大家可以做的 輔導人 就是幫人 享受神 感激神 神歡迎我們 神有一切 我們就可以開心了 睡覺就放鬆 或是想著睡著 一定睡著 因為想著睡著 是睡著的敵人 一想著 腦子就會活躍 就盡量想著 很單純 不用回想他的樣子 就這樣回想 心叫著耶穌 集中放鬆 人就能夠睡覺 所以我覺得輕度的情緒問題 或者失眠 就不要用藥物 但如果一個人會自殺跳樓 嚴重已經去到那個位置 那就沒辦法 如果不是他去砍人或者跳樓 或者他吃開藥 他需要處理慢慢減弱 但我發覺吃開藥的人是很難很難 這是我的經驗 但有些人有問題 他肯放手倚靠神 我覺得是最好的辦法 這是我個人的看法 但有些人就不是的 他覺得有問題 他處理不了 他在上一章我們有講到的 如果夫婦關係得到改善 而抑鬱仍然存留 未減去 就轉介當事人到精神科醫生 從藥物治療入手 處理 這句話是我不認同的 就是說他有抑鬱 就去找精神科去用藥物 我就覺得是應該 應該用討告親近神 處理生命來減少他的 逐步減少他的抑鬱 而不是用藥物開始 我見到多數吃藥的人 都一直繼續吃藥 他是難一點解到的 而且那個後遺症 就是他越吃越重 就是有些會這樣 不過我知道有些人 是吃吃吃真的解到 是真的有的 不過我就鼓勵大家 就是不要見到人抑鬱 就馬上叫他吃藥 而是放鬆 也都 就算去買那些安眠藥都不好 就是普通不洗醫生那些 都不要用那些 盡量不要用任何方法 就是靠運動 平靜 心境平靜 溝通 輕鬆 親近神 來得到安慰幫助 這個 很大 很小 現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